前情提要 索文只剩半條血 還想把我的視野占掉喔 吃我的大GG啦 無視野盲狙 砰 索文在我旁邊吃兵線 我就在這等 他一走過來我就進去 再無視野請他吃大GG 今天我的子彈跟大海一樣大 上一場我玩輸 把對手各種狙爆 遊戲結束之後我們馬上開始啦 這場我就覺得不對阿 上一場用過的角色 我的蘇 甘辛耶的霧己 第二B的洛里昂 都被對面ban掉啦 原來是我們又遇到同樣的5個人 他們以為我們角色是這麼淺嗎? 我說過選角要選客製對手的角色 對面射手選了亥犽 絕對能吊打亥犽的角色有兩隻 第一是蘇 第二是凡恩 蘇被ban了嘛 那肯定就是選凡恩喔 對了 反而一定要出魔攻流 才能輕鬆打贏亥犽 防恩後期滿裝的情況下 大招可以瞬間噴8700 另外光一技能的傷害 也有3000喔 非常誇張阿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m Yuga 原來是對面想上電視阿 難怪商場結束之後 秒按開始匹配 就是故意來撞我們 還ban掉我們最會用的那三隻 也不是最會用啦 角色其實多得很阿 魔攻流凡恩在一打一的情況下 絕對可以吊打亥犽 原因就是 亥犽不管在丟你飛鏢 或者是轉大的時候 他都要擔心被你的黃鏢暈眩 所以他的一技能跟大招 就很容易被斷掉 再加上喔 就算就算 亥犽直接開著大招清醒 要來轉我的時候 他一定要近身貼我 才能轉得到我嘛 剛剛好魔攻流凡恩就是越近 他的大招才會越痛阿 剛好趁我的意阿 所以凡恩真的很好打亥犽 那當然呢 我剛好提到蘇也是很好打亥犽 因為亥犽要轉大的時候 蘇可以做近居 然後再用大招往後拉掉 這樣亥犽會非常頭痛喔 大家可以去試試看 那這場除了魔攻流凡恩之外 我跟甘心A還玩出了一個小套路阿 其實我們在選角的時候 就大概就有一個小概念 一個方向 就是我要讓甘心A直接吸著我 他這場好像玩皮皮 他吸著我 直接滾去人家的後排 往人家頭上去滾 那滾到人的時候 趕快按下陣 大招直接噴 那就可以噴出一個完美的大招 還能直接秒殺 那在裝備的部分 肯定就是全魔攻裝備啦 比較特別的是 我直接掀出皇冠 因為皇冠是在最少經濟下 他可以獲得的魔攻量是最多的 越多的魔法攻擊 阿我的技能傷害就越痛 那最後一件呢 補上王者之劍 只要敵人血量過半以下 我的技能傷害也是會額外多30%的喔 而且王者之劍也有效的來增加我們普攻的傷害 也是不錯的喔 那前期對線呢 如果你的輔助不在 那你就是能歸就歸 除非說 有頭可以殺 那我們再往前補一些傷害 那我們超人呢 是直接從凱撒路殺到魔龍路來啦 666666 6起來 但是超人也死掉了 那我們要幫超人報仇阿 DAB怎麼這樣就被對面呂布殺了 結果在這個時候 皮皮吸了起來 我剛好開大 那個呂布 直接死去 防恩前期大招傷害就有1000多阿 但是隊友好像在中左河道打輸了 打輸了 防恩就是得歸 可是在歸的情況下 我又看到 這個盾命亥牙在吃兵線阿 我直接來這邊蹲他 看下一波兵線來的時候 亥牙會不會出來吃兵線 但是這也是一個賭注阿 萬一亥牙一出來吃兵 他輔助阿 打野在旁邊 我就死定阿 先對空氣普攻兩下 打出被動 海牙真的來清兵阿 瞬移 跟上 直接秒殺帶走 這個傷害666 太痛阿 那 因為現在塔還不能推太硬了 所以我們決定呢 吃個小靈鳥 吃完靈鳥 看一下中路 是不是可以打劫阿 我跟皮皮就靠過去了 而且我的大招冷卻超級快 快要好囉 皮皮他準備要吸我往前滾阿 滾滾滾 滾到的時候 我就剛好看到呂布是開著大招的 所以我決定 先秒掉這安奈特 殺了他我們再去解決這個呂布 欸我們這麼多人打一個呂布 肯定是沒問題的啦 人都已經來到中路了嘛 所以先清個中兵 我們再上去魔龍路 因為我講過 現在的塔很硬很硬阿 但是五分鐘過後 欸你就要小心了喔 那我們先疊個紅標 甘心要吸的往前滾阿 可是 我的傷害還不夠秒掉一個呂布 這呂布太硬阿 他們瞬間四個人殺上來 我就這樣死掉了 那可能要等我中後期 這個效果才會更加明顯 就是等我魔攻裝備出的差不多 那甘心又吸著我往前滾 大招一噴 那個安奈特死掉 可是安奈特是開著封塔 那個塔好痛喔 對面的人全部都推到二塔去了 那上路剛好也是有兵線的欸 有兵線就推個塔吧 而且現在遊戲已經超過五分鐘 可是我們中塔被瑞克給推了 刷賽阿 但我們先解決這個呂布吧 這個呂布感覺可以殺 他現在單身 就是他落單阿 四個人圍毆一個呂布 讓他感覺一下 他剛剛殺我的感想 那我們現在要去換路囉 換路換起來 換到下路去 皮皮又吸著我 要去滾瑞克囉 那滾到的時候 那個瑞克二技能開得真好 真低好 直接無敵掉我的大招 我在下路過的是蠻不錯的啦 可是隊友好像 中上兩路過得不是很好欸 因為皮皮都是專門保我的 我們中路的二塔要淪陷了嗎 但我覺得下路 我們可以推一個啦 人都來了 他們應該守得住啦 我們趕快把塔推掉喔 再看一下情況 等一下要去哪邊 那超人是直接飛過來 飛到對面藍區 有探查一下視野 他們就往前靠 因為他們有藍buff喔 對面四個人都在吃魔龍 聖光魔龍已被擊敗 所以下路就只會有個瑞克 但是他跑得很快喔 下路的兵線呢 也剩下一個殘血的炮車 所以這二塔沒辦法推 我們去推中路的外塔好啦 中路推個外塔 這個塔很香啊 那我在等乾淨淵吸我 等一下又要幹一波大事了 就是這邊啦 滾到之後下車馬上開大招 那個瑞克真衰 他剛剛已經用一技能飛到我的後面了 還是被我的大招打好打滿欸 那再來殺個呂布 但這個呂布我剛剛很猶豫要不要殺 因為要交瞬移欸 瞬移現在很貴啊 冷卻要120秒 但我想了想 如果皮皮 瞬移的話就還是拿來殺人吧 因為皮皮就等於是防恩的腳啊 可以說是防恩的第二雙鞋喔 皮皮又吸我 欸不過沒吸到 尷尬了 沒關係 安奈特已經沒大囉 所以皮皮如果這邊吸我的話 可以幹一波大事 滾滾滾 然後皮皮一個瞬移滾到了亥陽 我們下車把亥陽給秒了 那個安奈特沒大啊 沒辦法保喔 哇 安奈特很慘 剩下一隻呂布 這個呂布也是開著大招的啊 他好會回啊 那呂布大招一沒有 就死去囉 我們應該只有莉莉安有出拘魂啦 我是不出拘魂的喔 魔攻反而呢 以瞬間爆發為主啦 就是魔法穿透跟魔法攻擊力 比較重要喔 那中路兵線技能 這個高地能點多少是多少啦 我打著打著啊 我們甘心欸 皮皮就說好像可以幹一波大事 就吸著我 直接滾到主堡去啦 我一下車 那個安奈特直接秒掉 我們再站在三塔中間 中心點再把瑞克殺掉 這個瑞克呢殺完 我很尷尬 好險我有瞬移 剛剛這個DAB超人 是反正想要幫我扛塔 但是我有瞬移 就直接瞬出來 看來又有架可以打囉 看到可愛的克里希 皮皮又吸著我往前滾 但是我一下車照慣力開大招 欸我的大招咧 我剛剛大招被斷掉了 我剛剛看了很多次回放 我剛剛開大的時候 安奈特還沒有開大頂我 而且我也沒有被暈到 很奇怪 我的大招莫名其妙被吃掉了 真的 你們可以回去看那個慢動作啊 我看了好幾次了 那皮皮又吸著我啊 因為安奈特已經沒有大招啦 吸進來大招砰 我現在大招打那個安奈特 傷害有5100 那皮皮吸著我保護我 那個亥犽還在丟丟丟丟丟丟 我一個下車21技能 亥犽七成血就這樣被秒掉了 魔攻流反而除了大招很痛之外 12技能也是很痛的喔 那皮皮又吸著我們滾啦 滾到牆壁剛好彈在克里希身上 下車直接一個大把滿血克里希秒掉 太誇張了吧 現在我還沒有滿裝呢 就可以直接秒掉一個滿血克里希 那真的有超過 這個呂布想回溫泉 但是他回不去 一直被超人頂 他們就剩下一隻瑞克 這個小瑞克 要不要出來給我大一下啊 但是瑞克一出來 我自己空大了 魔攻流防恩加上皮皮 這個套路真的還不錯玩喔 但前提是 防恩跟皮皮都要會玩 而且要會配合 這才是重點喔 我打了43%的輸出 我是幼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